哦 yes 记得记得记得 记得记得 这个它漂亮啊 它这个楼梯是一个古枝 很古老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小的时候 您的梦想是什么呀 是做导演 做演员吗 就是 就是做个演员 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 其实在您的心里面 您个人最喜欢拍的电影 是什么 我喜欢拍的其实很多 你看我拍过的都有 那些题材 外星人也有 煮菜的也有 踢足球的也有 功夫武侠的 或者文艺片 反正想到什么 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从我们观众来看呢 就看到您的电影当中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元素的 当时是为什么考虑 把这些中国元素 放在里面呢 那我肯定是把中国元素 因为我懂 我觉得这个也是 中国的电影最大的优势 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 是很深厚的 它有太多的精彩故事 所以我们肯定是把中国的故事 说好了 观众通过您的电影 就认识了很多经典的地方 很多地方现在成了打卡之地 那么您觉得 这个香港在这么多年来 气质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 都有很多变化 我觉得 因为它不断有很多机遇 也有很多新的思维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不变了 香港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文化中心 对我而言 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所以香港跟国家 其实是文化相同 血脉相同 所以七月一呢 我们永远都会清楚 香港回国25周年了 就电影方面来说 您觉得香港与内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以前呢 有内地的电影人 他跟我说 在我的某一个电影里面 一些创意就是很好 对他们很有启发 那我跟他们说 其实我这个创意 也是从另外一个 内地的电影 受到了启发的 所以你看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永远都是互相支持 互相学习 您对于香港 明天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希望香港的未来 在国家的支持底下 可以继续保持创新活力 我们一起努力 去创造未来